好 我們來先 首先呢 課本37頁先來介紹什麼叫做間結電子 來 這是一顆電子 原子可以嗎 正14 請問你什麼原子 矽 矽 還有人記得 怎麼查 周期表的什麼 原子序 OK嗎 所以正14是矽 那外面是不是有14顆電子 繞著它轉 那這一顆電子 原子是不是另外一顆原子 各位告訴我一塊固體 是不是兩顆原子靠得很近就會變固體 你想想看這兩顆原子靠得很近 是不是有一些電子就會重疊 這種重疊的電子 我們就說它叫做間結電子 因為重疊的這種電子會形成化學件 為什麼這件事情就是 大學裡面有一門叫做普通化學或普通物理 他們就會來解釋這種東西 化學家物理學家就會講一堆很深奧 不知道在說什麼 聽不懂的那種東西 所以你們不要管 你就記得 這個很直覺 兩顆原子外面都有電子跑來跑去 那你一靠近之後一定會有些電子會重疊 overlap 一重疊的那個電子叫間結電子 問題來了 細原子有幾顆電子 14顆 這邊是不是有14顆 可是當這兩個原子靠近的時候會重疊的電子 肯定沒有14顆 為什麼 因為它帶正電它也帶正電 這兩個本身就會互相排斥 所以原子根跟原子核是有一個距離的 所以會重疊到的電子肯定沒有14顆這麼多 那到底是幾顆 所以科學家經過一些研究呢 就做出了這個結論 幾A族元素就有幾顆間結電子 這句話剛剛看過 還記得嗎 所以在課本的37頁 你告訴我細是幾A族 4A 這OK嗎 我們要不要看一下周期表 4A 是不是4A 所以這一行碳系者席籤是不是全部4A 所以只要是4A就是4顆 間結電子 那這一行呢 是3A 所以彭呂加音他全部都3顆 那這一行呢 5A 蛋鈴生TB全部都是5顆 這樣可以嗎 考試不會考這個 但是重點是 我現在跟你講的每一個都是很重要 因為不重要的我根本不會放進來 所以你如果覺得這東西幹嘛告訴我這個 後面你就知道為什麼 考試會考 譬如說請問你 請問你 細會不會發光 下列哪一種半導體會發光 細深化加 那細不會發光 深化加會發光 就這樣的題目 對對對 我們是考這種很淺的 這種東西只要有複習過 你絕對可以考的啦 沒有問題 放心啦 考試從來都不是問題 像這種不會考 這種我怎麼考你 這個我們以前念書就要被考 但是你們真的不可能考這種 但是我要講 這樣OK嗎 好 如果沒問題的話呢 所以第一個 什麼叫間結電子 就是 在原子最外圍的電子 互相影響力很大 就是會重疊的那個電子 叫做間結電子 而間結電子會產生化學間 所以你看到那個化學家 在畫一個碳 畫一條線 那一條線 就是間結電子 第二個 科學家發現 每兩個間結電子 形成一個化學間 這是科學家定義的 所以你只要看到他畫一條線 就代表兩顆間結電子 這樣OK嗎 而且呢 一個原子的周圍 最多只有幾個間結電子 八個叫做八語規則 這個理由是這樣 你看喔 這張桌子是原子 它的周圍空間是不是有限 你告訴我這張桌子 周圍最多只能擺幾個桌子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剛好BUG 這樣聽懂嗎 同樣的道理 一顆原子的周圍空間是不是有限 科學家就說這顆原子的周圍 最多有幾個間結電子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就是八個 原因是因為九個塞不下 最多只有八個 叫做八語規則 好 所以呢 固體的間結只要懂這兩件事就好了 間結電子就是最外面的電子 有幾個 你看它是幾A組 第二個 一個原子四周最多就是八個間結電子 稱為八語規則 然後兩個間結電子是一個化學間 所以一個原子的四周 最多只有四個化學間 好 我們來看實際的例子 我現在講的這都是有意義的 我們來看實際 第一個我們來看系 翻過來 39頁 請問你系是幾A組 4A 所以它幾個間結電子 四個 各位看這個圖 這是系的原子核 白色 有沒有看到有四個白色的間結電子 請你記得這個圖我只畫間結電子 其他電子我不畫 因為我現在要討論間結 你告訴我 白色的系是不是四個間結電子 隔壁這個綠色的系 是不是也四個間結電子 在隔壁的是不是也是四個 在隔壁是不是四個 所以你看框起來的這個 系周圍最多多少間結電子 八個 剛好符合剛剛的那個原則 這樣會不會太難 忍耐一下 因為這個是今天最難的了 這個完了就沒有再更難了 我們就開始來講一些應用的東西 可以嗎 好 所以各位這樣懂了 那塊系晶圓 它裡面的每一顆電子 周圍都有八個間結電子 四個是自己的 四個是鄰居的 這句話聽得懂嗎 白色的這個系 四個白色的間結電子是它自己的 可是綠色的是它的 是它鄰居的 重點就是它周圍最多就是八個 那各位剛剛說 兩個間結電子 是不是一個化學件 所以科學家就用右邊這個圖 來代表系 一二三四 剛好四條 好 什麼是深化加 我們一直講深化加嗎 你看喔 加是3A組 是不是三個間結電子 深是5A組 是不是五個間結電子 所以你看這個圖 加是白色的 是不是三個間結電子 那這五個綠色的是誰的 是隔壁的鄰居深的 重點是對加來說 它周圍總共有幾個間結電子 八個 那你告訴我 對深來說總共也是幾個 八個 也是八個 五個是自己的 三個是鄰居的 它剛好相反 它是三個是自己的 五個是鄰居的 加起來多少 八個 這件事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 以後你就會發現 在化學工廠裡面 半導體工業裡面 所用的那些材料 藥部就是全部都4A組的 譬如說細 藥部就是3A跟5A的 深化加 你想想看 3A組是不是所有的 通通都三個 5A組所有的是五個 三加五是多少 八 所以在半導體工業裡面 只要從3A組挑一個 5A組挑一個 混起來就會變成一種化合物 但是絕對沒有 4A挑一個 5A挑一個 混起來的 為什麼 因為4加5變9 所以你在晶圓場裡面 你會聽到有深化加這種東西 為什麼 因為一個三一個五 你會聽到有那個深化音 或者深化鋁 或者是這兩顆配這一顆 聽得懂嗎 鋁跟深 鋁跟加都是三顆啊 當然可以配在一起啊 然後再配這個深數五顆的 或者把這兩顆跟這兩顆配起來 四顆也可以 要不然就是這一顆 要不然就是這兩顆配 有碳化系這種東西 有細則這種東西 都有 絕對沒有 細化加 或者細化深這種東西 這樣原因聽懂嗎 因為這個是四顆 這個是五顆 你把這兩個混在一起 就九顆 這種東西不存在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八餘規則 我要講的是這件事 所以為什麼要去解釋這個東西 可以嗎 好像有點難度了 好 我們簡單再複習一下 簡單來講就是這個原子 最外圍的電子 才叫間接電子 間接電子 間接電子有幾顆 就是要去查周期表 看它是幾A嘛 那在工廠裡面呢 你就一定要讓那個幾A配幾A 要配成八就對了 只要是配成八的 就配得出來 只要不是八的就配不出來 所以呢 有沒有細晶圓 有 有沒有細則晶圓 也有 有沒有碳化系晶圓 有 有沒有深化加晶圓 有 可不可以有鋁跟深 深化鋁可以 你也可以是深配鈴 呂配鈴 或者呂配鈴配深都可以 重點是絕對沒有細配鈴 或者細配深這種東西 因為呢 4加59 這個是工廠裡面的特性 所以最後各位看一下40頁